三一還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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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四月 三月六號的時候 苗栗縣政府 劉正宏的苗栗縣政府 他透過苗栗選出來的 立法委員陳超明 就在苗栗縣政府開了一個協調會 團體的協調會 他找了公路總局 找了環保署 找了農委會的特有生物中心 然後喬一下 看團體要怎麼過 然後他們就喬了一個方案叫做 要幫十五 再弄一個生態補償 那這個等一下環平大會 我們都來討論 我們非常非常反對這個 外環道的興建 有非常非常替代方案 如果說把台十三線目前 把它擴大 把它好好的整頓 跟廣設我們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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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車場呢 就可以完全去改善這個問題 這一次呢 苗栗縣政府呢 跟公路總局呢 要刮 五十六萬 七十九 立方的土方 在我們三市裡面 那他宣稱說他要填二十八 所以他說他有剩餘的二十八萬 立方的土方呢 他會呢 去做後製的 後續的處理 他可能是拍賣 或是講好東西說 可能可以利用給其他的公務工程 但是呢 我們今天就是依據這個要求 他必須重做 一百年前 日本人在台灣的時候 紀錄台灣到處都是十五 但是我們五十年來 從來沒有注意到他 因為我們不知道怎麼去研究他 十五年前我的研究生 陳美町開始想要去找他們的時候 才赫然發現 南台灣已經找不到了 東台灣已經找不到了 十年前 他好不容易 到了北台灣這邊 到了苗栗 到了南投這代 才找到穩定的族群 一百年來 他已經萎縮到 剩下他原來七級地的不到十分之一了 他在前幾年已經被列為瀕臨絕腫動物 我從來沒有想過台灣 對於一個瀕臨絕腫動物 會是像現在這樣子的態度 我在苗栗做研究十年了 因為石土所以愛上了苗栗 然後我就決定搬到苗栗 但是我沒有辦法想像的是 我為了石土搬到苗栗 可是為什麼會有人 卻不愛石土 苗栗這一塊這麼美好的地方 你的人如果你自己都不關心自己的土地的話 那還能怎麼辦 你們不是石土 石土只能默默地任人宰哥 他們做了多少份 一百一十三份不掉 一百一十三份的三億居民 然後就敢說 我們要蓋五十二億的道路 這是哪來的奇怪的觀念 然後呢 今天 我要在那邊跟徐文達講 你現在帶來的那些人 他真的知道你要幹嘛嗎 你不要再騙鄉親了 拜託 我現在這裡 我本來是想做一百一十三份的連組 但是我一不小心 我就做了超過一百一十三份的連組 反對外環道 變化這個方面 非常 позвол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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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ning 阿 arrived election 所以劉振宏現在從這個位置進去